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跨越遠洋的旅程木 虛以隨行 木有鴨這個 昇華山的關卡 基本上這關卡有點難度 不過還是要為大家做個示範 奇怪都是鴨子 為什麼這隻會比較難 好像有點厚子波比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是我這隻鴨子 基本上 是沒有那個 只有70幾幾而已 所以搭起來比較難一點點 這邊是要這個 六目 六星 六目六星 基本上為什麼 差那麼多 人家只有兩隻 這邊要四隻 我也不知道 設計可能怪怪的 好 現在是有六目六星 不過 我的技術不要笑不笑 笑不到 看起來是笑不到 所以 所以我要破壞 我要破壞原本的陣型 哈哈哈哈 這樣算可以嗎 要六個星 我們盡量生六個星出來給他 不要笑我的星啊 呀呀呀 二 四 六 有六個星 不過我還不急著殺 因為下一關 下一關 下一關 有那個 有那個自爆彈 我們這邊 先擠一下 出賊稍微擠一下 喔唷 切開啊 我的攻擊數要切開啊 下一關 留攻擊數跟 新豬 兩個自爆彈 我剛剛 剛剛一場 打沒有過 為什麼 因為兩千 基本上這隻轟就好 沒有注意到 剛剛沒有用這隻 所以被 被打獎 好 所以現在這樣的話就輕鬆很多了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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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隻手帶等於四康都才能對他造成傷害啊 好 旁邊那兩隻傷害就差很多了 好 基本上回血就回得來 好 所以不要傻傻去 旁邊那兩隻 像我剛才一樣 喔 噹噹 喔 按 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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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password 好 轉一下吧 基本上本來是要留著保命的 現在是 現在是 是拿來KO掉他的 ㄟ 喔 OK 喔 好 雖然說有點難度 不過我們還是順利的通關 登記不是很夠 但是 稍微應用一點小技巧 應該還是 還算 還算是OK啦 以上是木幽鴨 聖魔華山的關卡示範 謝謝大家 掰掰